其实我的跳伞也没那么烂的 但是有的时候就不愿意认真跳伞 为什么呢 因为自信 因为自信 你知道吗 没事 你先剪枪好了 让你啊 你剪啊 没关系啊 剪了枪我们也打得过啊 不需要枪啊 对吧 我们有双手双脚 就可以啊 什么叫做脚丝逆袭啊 就是这种 真的不需要枪 就是我跳伞有的时候 就是很随意 很随便 随便啊 就是这种跳下去 OK你先剪了枪 那我们就跑就好了 对不对 但是切记是什么 哦 你看的人剪了枪 你还硬着头皮 出跑 那就不行 对吧 你看他剪了枪 那我跑了 好了 你先剪了 对吧 那待会儿我再回来 对吧 不用着急 不要说硬钢 不要说 不是说钢枪 就是 哇塞 比谁剪枪谁快 就硬着头皮往上冲 那那那那那 谢谢小茄子 还拿两包每天啊 我回忆一下 我没有记得有包啊 这啥七个人拿 也那么多包 啊 别按了 不需要不需要 嗯 对对 有一个 对的 嗯 是有两个 是有两个 嗯 有一个 有一个 不需要的 东西拿了多 只会让我们的杀 杀杀杀 杀路 更残暴 我觉得 我们还是比较佛性 你枪法 我们的目的是 吃鸡顺便杀人 并不是杀人吃鸡 吃鸡顺便杀人 我也不想影响大家游戏体验 追着人家打 但是 这叫我不想认输 我不想认输 也不想让你哭 但是会让你活得决赛圈 现在我要做一件事情 谁知道 告诉我 不想认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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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从半斤 就说 为什么 不需要被痛恶 不想认输 不想认输 为 勇敢的 人 却存在 幸福了